男生化妝 你看這邊有經典的代表 就是 當然有些人是為了藝人他們演出 需要比較誇張一點 可是你看到現在街頭 很多男生穿搭都非常有型 他們也都會化一點眼妝 服裝不是女生的專利 有些男生他也會起床會泡泡的 所以化一點咖啡色系的眼影 其實是可以不找痕跡的 讓你看起來好像比較有精神 在化眼線之前 我先幫他打個影子 整個從眉毛以下 然後眼睫毛以上 都可以用修容稍微這樣 均勻的把它繞一下 然後延伸一點鼻影 對 這樣子 就讓他的皮膚那個抛感 對 這樣就不服走了 好 現在我們就來化眼線 男生一般如果自然的妝 都會化咖啡色 我們今天要讓他變成像 韓國GD的那種比較魅惑的眼妝 所以我們就用黑色 然後我現在用一支 一樣是一支乾淨的眼影刷 化完之後我稍微把它錄開來 然後他的眼睛要分四段畫 這是第一段 就是上面要分兩段 就是中間我不畫 因為中間畫雙眼皮就不見了 所以我要畫眼頭 因為它要有那種電力的眼神 所以眼頭的眼線要稍微開一下 下眼線也要畫 眼尾一樣先把它跟上眼線包起來 然後眼頭一樣 前面的眼頭上下眼瞼的地方 把它連在一起 這樣子 就有那個深邃的感覺 我們要營造一種 它好像出汗之後暈開來的感覺 就是我剛剛講的眼影 一樣用咖啡色系的 我們就一樣繞在眼線的四周 然後眼尾我們一樣 要讓眼睛看起來長長的 然後眼頭這個地方一樣 我們用深色也是疊上去 就有那個深邃的深邃感 然後你看再給它來一點 修容 就剛剛這一盤 這一盒大家男生一定要來一盤的 它就有時尚的男性的感覺 太好 它就是比較 畢竟 真的是滿帥的 朦朧又帶點壞壞的眼神 電力十足 好像韓國大明星 少女可能會為你尖叫喔